这幅举世闻名的宏大作品 名叫《雅典学院》 作品打破时空界限 把古希腊 古罗马时期 代表哲学 科学等领域的文化名人 汇聚一堂 表达了对人类智慧导师崇高的敬意 这幅画的作者 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绘画大师 拉斐尔 带着对大师的崇敬之情 我来到了博物馆 拉斐尔画师就在这个上面 拉斐尔是了不起的 最杰出的绘画 全部出在他的手里 这就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 应该说是人类艺术史上 最经典的杰作之一 但是人们过去并不知道 在这幅作品中 却隐藏着一个关于画家的秘密 拉斐尔底下的古希腊哲学家 伯拉图 其实借用的是绘画大师 达芬奇的形象 古希腊哲学家 克拉克利特 则被画成了艺术大师 米堪朗基罗 而拉斐尔也把自己 画进了右下角的人群中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一切都与当时画家的地位有关 在文艺复兴之前 画家只是一种以画为生的职业 被看作是匠人 即便你有高超的技艺 也只能按照雇主的要求作画 艺术的表达往往不被尊重 但是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来临 人文主义的思潮激发了画家 自由创作的热情 尤其是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的 达芬奇 米堪朗基罗和拉斐尔 凭借天才的创造力 用精湛的作品征服了世人 使画家摆脱了匠人的卑微地位 成为王室和贵族的座上宾 拉斐尔之所以将自己与两位大师 画入作品 就是想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明 艺术也可以和哲学 科学并驾棘局 然而纵观中国绘画史 成就最高的却并不是职业画家的作品 而是文人画 提起文人画 就不能不提文人画的鼻祖王维和他的网川别业图 网川其实是王维的一个别墅 是他隐居的一个地方 他营造成了一种诗形画一般的园林 然后他把这个给他画下来 王维是唐代长安著名的文人 以山水田园诗画建厂 苏东坡评价他的作品是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一千多年前 正是他所营造的这种诗形画意 才使文人画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 深秋的曲江池风和日丽 据说这个园林的设计者就是王维 这个曲江池 它是一个王维的诗意的景观 非常美 十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依然被他的诗形画意所感染 他的诗好像那种画面感 就应该是这样的 说到王维 应该说是一个文化人 也曾经做过官 他不是职业的画家 对 他画画是为了安顿他的灵魂的 不是靠这个来示范的 为什么不以绘画为生的文人 却能引领中国画坛的潮流呢 文人画诞生之前的中国画坛 几乎是宫廷画师的天下 宫廷仲彩是那个时代的主流 这种精工细致 色色浓郁的表现方式 很少强调画家个人的自由表达 而文人画家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 彻底颠覆了这种美学观念 文人画家他都是业余的 他的本身是一种诗 他或者是研究学位的 或者是当官的 业余时间才来把画画作为一种消遣 消遣 正是这种看似闲情意志的消遣 催生了独特的表达方式 这就是随心所欲的 抒发内心世界表达思想 文人画看似素雅情感 一笔草草 但实际上 它完全挣脱了传统技法的束缚 使绘画成为寄托情感的精神载体 中国的文人画在世界美术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文人画家大多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 悲天美人的家国怀 不同凡响的人生境遇和超凡脱俗的人格追求 他们寄行山水 表达了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在我看来 文人画真正的价值 在于它深刻的文化内涵 用诗心画意的笔墨 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